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WHA 今天在瑞士日内瓦登场 不过台湾已经是连续8年未获邀出席 台湾的宣达团在大会登场的前一天参加游行 新北市议员陈乃鱼巧日市卫秘书长谭德赛 他询问谭德赛是否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 以及台湾今年是否有机会加入呢 谭德赛表示跟台湾站在一起 但是没有正面的回应 台湾是否入会 而今天卫福部长邱泰元 率团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记者会 被外媒问到希望用什么名字来参加WHO 邱泰元回答 台湾ROC也是中华民国的英文缩写 都是坚持会使用的名称 日内瓦街道涌入人潮 世界卫生大会WHA开幕前一天 Walk the Talk游行中 台湾的宣达团成员新北市议员陈乃鱼 巧日市卫秘书长谭德赛 再次询问台湾是否有机会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呢 拿着手上被赠送的黑熊玩偶 谭德赛支持台湾 却没有正面回应台湾是否入会 但今年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 台湾连续第八年未收到邀请 而卫福部长邱泰源率团前往日内瓦 27号举行国际记者会 台湾要加入WHO所使用的名称是什么 台湾就是台湾 用台湾 用Republic China 我想都是我们要坚持 针对外媒提问 邱泰源一一回应 也不忘提醒并谴责中国打压 中国对在政治力的影响 我相信健康人权 永远是WHO的基本的理念 除了邱泰源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辰 也率领跨党派世道团同行 国际记者会上更以护国神山台积殿 巧妙比喻 加入WHO需要会员国同意 面对会员国之一的中国打压 台湾未来该如何透过非政府组织 或提出其他对策 持续争取国际医疗资源 依旧备受关注 记者综合报道